好,第一個 我們先討論 R值比較大的那個 狀況下的係數之間的關係 好,先討論R是正的二分之一的時候 我們的第一個方程式到第五個方程式 可改寫為 做一點改寫 然後比較需要知道的是 其實有些地方可以做整理 我們做一點整理一下 像這裡有一堆的係數 它是不是可以把它變成R加1的平方 減掉四分之一 好,那這個又可以把它變成 R加1加二分之一 再乘上R加1減掉二分之一 好,也就是變成R加二分之三乘上R加二分之一 好,然後 類似 這一個部分 也是一樣 好,這是會變成 R加2加2的平方 減掉四分之一 好,那又可以改寫成 R加2加二分之一 還有一個是R加2減掉二分之一 好,所以這個的話 所以這個的話又可以改寫成 R加2分之五 對,然後另外一個的話是R加2分之三 好,其實從這邊的討論就可以看到 好,底下這一堆 相加減應該也有類似這樣的規則性 好,把它拉到旁邊來討論一下 好,這個變成 R加3的平方減掉四分之一 所以又可以變成 R加3加二分之一 那就是二分之七 還有一個是R加3減二分之一 所以是二分之五 好,其他的即使沒有討論 也知道他大概是怎麼一回事的 所以我們就直接從規則性裡面去找關係式 好,第一個關係式 就整理成R加2分之三 乘上R加2分之一 好,再乘上A1等於0 好,第二個關係式就改寫成 A0加上R加2分之五 再乘上R加2分之三 好,這個要乘上A2等於0 好,第三個關係式就是A1加上R加2分之七 好,再乘上R加2分之五 再乘上A3等於5 再乘上A3等於0 好,再來的話是A2加上R加2分之九 好,再乘上R加2分之九 好,再乘上A5等於0 我們還要乘上A3分之九 我們還沒有把R加2分之九 我們還沒有把R加2分之九 所以變成2乘上A1等於0 好,第二個的話就是 A0加上3乘上2 再乘上A2等於0 好,第三個的話就是 A1加上4乘上3 再乘上A3等於0 好,下一個的話就是 A2加上5 大概1 2分之1的關係 5乘上4乘上A4等於0 下一個的話就是 A3加上6乘上5乘上A5等於0 好,然後 呃 這個是 2倍的A1等於0 那就是A1等於0 好,然後 然後 因為A1是0 所以這個關係式看得出來A3也是0 好,因為A3是0 所以從這個關係式也看得出來A5也是0 好,然後 從 另外一個 第二個關係式可以看得出來說 我們的A2是 負的 6分之1 A0 好,然後 從這個關係式可以看得出來 A4的話是負的 20分之1 A2 A2又是6分之1 A0 所以是 120分之1的A0 然後 120又可以畫減成 5的階層 所以 是5的階層分之A0 我們把剛剛所看到的關係式 拿到 原來的方程式裡面去替換 A0 A1 A2 A3 還有R的相似 好 所以 Y 我們原來是假設成 A0 乘上 X的R次方 加上 A1 乘上 X的R加1次方 加上 A2 乘上 X的R加2次方 加上 A3 乘上 X的R加3次方 加上 A4 乘上 X的R加4次方 再加上 A5 乘上 X的R加5次方 我們把這樣的關係式裡頭的係數換掉 R也換掉 好 A0不能等0 A0 A0 是獨立的係數 A0 乘上 X的R加2 A1 A1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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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2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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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A0提出來 好 我們建議連x的1 2 次方都提到外面來 再做適當的調整 所以第一項變成1 第二項變成 3階乘分之 1乘上x的平方 加上 5階乘分之1乘上x的 4次方 減的加的點點點 好 我們希望 因為我們知道一件事啊 就是那個散函數 它的 馬克林極數是底下這個樣子 就是sinx可以表達成 x 減掉 3階乘分之x的1 加上 5階乘分之x的5次方 2分之1次方 好 這裡面都乘上x 第2項也乘上x 第3項也乘上x 好 這樣的話就可以把 瓜瓜糊的部分 換 乘 sinx 所以是a0 乘上x的 2分之1次方 乘上sinx 好這是我們第1組 第1個答案 我們現在 整理下 我們現在所算出來的答案的形態是 a0 乘上x的 負二分之1次方 乘上sinx 然後我們再來討論一下r4-2分之1的時候 它的答案形態是什麼 再討論 r等於 r等於負二分之1 好 r4-2分之1的時候 前面我們所說的 這個 第1個方程式到第5個方程式啊 我們要做一點改寫 好 r1到5 現在可改寫為 好 可改寫為 相關的形式 我們從這邊開始好了 因為這個地方比較好帶 我們上面 r1到5就是底下這個 整理 好 那這個整理裡面我要把r負二分之1 好 r負二分之1 好 我把那個r負二分之1所以地上是 1乘上0乘上a1 好 然後第二項的話是 a0 加上 好這項的話就變成 2乘上1乘上a2 等於0 好這項的話是 a1 a3 加上 加上 3乘上2乘上a3 乘上a3 3乘上2乘上a3 4乘上4 4乘上4 0 0 好 再來的話就是a3 這個a1是0 其實不是 因為a1帶1進來 1乘上0是0 a1帶100進來 100乘上0也是0 所以a1是任意值 a1不能當作0 這很多人以為說a1是0 其實不對 這個地方a1應該是任意值